论与别财难能可贵 难怀谨讲述 紫游曰 吾有张也 为难能也 然而为人 曾子曰 堂堂呼张也 难与并为人矣 这是孔子死后 同学们互相的评论 大家关起门来的检讨 这一篇是紫章开始 所以这里讨论到紫章 紫游说 我们的同学紫章 做人的却了不起 一般人很难做到的事情 他去做了困难的事情 他敢去负责任 敢去挑这个单子 而达到任务 这一点紫章做到了 但是还没有达到 夫子那个人的境界 这是紫游对紫章的评论 曾子也随助附和 认为紫章是个堂堂正正的大丈夫 但是他修养的内涵 还莫有达到人的境界 曾子曰 吴文珠夫子 人未有自治者也 必也亲丧乎 这是用曾子的话 说明学问的道理 这里又提到丧事 他说 据我当年听到夫子 指孔子 说人未有自治者也 这是一个问题了 自治是自动自发 就是说自动自发的人 几乎是莫有 虽然有这个心情 但很难构成有横的行为 而能够达到最后目标的很少 这个话看起来很空洞 但孔门的道同比较 注重内心自省的修养 这也是求学问人的中心 所以这句话就是说 一个人很难做到自己肯责备自己 乃至由自己内心的反省 而到达了圣人的境界 这是很少的事例 换句话说 就是任何一件事 都受客观环境的影响 出于不得已 完全出于主动的很少 例如有一件事 打牌 三缺一的时候 还跑很远的路去拉一个人 这是出于自治 但以心理学来研究 这也不是出于自治 因为打牌这个娱乐 就不是靠自己来的 而是靠机个人 凑合成一种环境而影响来的 所以真正由自己内心自发 自治 达于人的境界 的却非常少 严格的说 一定要讲 哪一件事情是比较自发的呢 曾子便引用孔子的话 毕业亲丧乎 一定说起来 只有父母死了的时候 内心真觉得悲哀 那种悲哀是自然的 可以勉强说 纯粹是自发的悲哀 但是注意 毕业两个字 就是勉强 一定 硬是要说的话的意思 实际上那种悲哀 有时候也是迫于不得已 而并不是真情 所以说中国古文 须字里有许多 值得注意的地方 因此一个人内心的情感与良心 真正能自发自治的 毕竟太难 这节书看起来很简单 如以心理学 哲学来看 可发挥的地方太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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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